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日本队在巴黎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赛中, 凭着最后一轮的精彩表现, 成功超越了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这是他们自2016年以来的首枚奥运金牌。 中国队本来在资格赛中领先, 但在关键的单杠项目中, 苏伟德的两次失误让日本队逆转胜出, 最终仅以0.532分的微弱优势夺冠。 美国队则在这场比赛中结束了16年的奖牌荒, 获得铜牌。 同时,俄罗斯对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参赛, 加拿大队则排名第八。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巴黎的阳光下, 听到体操馆内观众的尖叫声和掌声, 令人生出无限期待。 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 为奥运男子体操团体赛增添了新的传奇篇章。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了这场扣人心弦的竞技, 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场赛事的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 在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夜晚, 体操馆内的氛围如火如荼。 观众们的眼睛都紧盯着场上的每个动作, 心跳似乎与运动员的翻滚同步。 当比赛进入最后一轮,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体操强国身上。 这场对决不仅是一场体操竞技, 更是两国多年来竞争的延续, 彼此的瓜葛复杂如同体操动作般千变万化。 中国对在比赛初期表现稳健, 尤其是在自由体操和安马上的出色发挥, 让他们看似将赢得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枚团体金牌。 观众席上的中国粉丝们激动地挥舞着五星红旗, 眼中充满了希望。 相比之下, 日本队则显得有些紧张, 尤其是在自由体操上的一两次失误, 让他们的比分落后。 然而, 体操比赛的魅力就在于瞬息万变, 结局往往难以预料。 随着比赛进入尾声的单杠项目, 形势突然发生逆转。 日本队的山野贵招、 刚胜之介和东京奥运会全能冠军 乔本大徽三人齐心协力, 在单杠上的出色表现, 如同电光火石斑点亮了全场。 乔本大徽的每一次完美落地, 都是对观众心灵的一次震撼。 日本队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转体, 似乎都带着无限的勇气与智慧, 让人不禁平住呼吸。 另一边, 中国队的苏伟德在单杠上的两次失误, 让全场观众一片哗然。 他的手指在单杠上发生了微妙的滑动, 随后整个身体失去平衡, 这一瞬间令中国队的胜利梦想如泡影般破灭。 苏伟德勉强稳住身形, 但那唯不足道的失误, 却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关键。 最终, 日本队以0.532分的微弱优势夺得金牌。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逆转胜利, 让全场观众为之疯狂。 美国队也在这场比赛中写下了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资格赛中排名第五的美国队, 历经16年终于重返奥运奖排台。 当他们完成最后一个动作时,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数十名挥舞着美国国旗的粉丝们, 激动地高喊着USA,USA, 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荣耀时刻。 美国队以总分257.793分, 成功超越英国队获得铜牌。 然而,俄罗斯队由于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 未能参加此次比赛。 这一缺席也让比赛少了些许变数和意外。 加拿大队由菲利克斯·多尔西领衔, 虽然最终排名第八, 但他们的表现依然令人敬佩。 在这样高水平的竞争中, 每个队伍都在挑战自我, 追求完美。 当比赛结束, 日本队的教练和队员们拥抱在一起, 彼此激动地热泪盈眶。 这是日本队的第八枚团体金牌, 也是自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以来的首枚金牌。 这枚金牌的背后, 是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和汗水, 是每一位队员不懈的坚持和拼搏。 乔本大辉在接受CBC采访时激动地说, 这场比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我们在比赛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我们没有放弃相信自己的实力, 最终我们做到了。 他脸上的笑容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中国队的教练在赛后也表示, 这次施力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教训。 他说,体操比赛就是这样, 胜负在毫厘之间。 我们的队员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未来我们会更加努力, 争取在下一次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这个夜晚, 体操馆内的每一个人都见证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比赛。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次体育竞技, 更是对人类勇气、 智慧和合作精神的赞美。 当灯光渐渐熄灭, 观众们满怀着回忆和感动, 走出体操馆, 这个夜晚将永远铭刻在他们的心中。 体操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决定最终的胜负。 这次奥运会的男子体操团体赛, 无疑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诠释。 日本队的逆转胜利, 中国队的失误, 美国队的重返荣耀, 这些故事都将成为奥运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每一位运动员都是英雄,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为体操这项运动增添了无数光彩。 这一场赛事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体操技巧, 更是每一位选手为梦想拼搏的精神。 在巴黎这片充满浪漫与梦想的土地上, 奥运会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段传奇, 而这场男子体操团体赛, 无疑将成为这届奥运会最令人难忘的篇章之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日本男子体操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 成功超越中国队夺得金牌, 这一成就标志着日本队在奥运男子体操团体赛中的第八枚金牌, 也是自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以来的首枚金牌。 此次比赛充满了戏剧性和竞争性, 特别是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中国队的苏伟德在单杠项目中出现了两次失误, 成为比赛的转折点。 比赛开始时, 中国队在资格赛中领先日本队, 并在比赛初期显示出强大的实力, 特别是在自由体操等项目上。 中国队一直领先, 看似将夺得自2012年以来的首枚金牌。 然而,日本队并未放弃, 他们在单杠项目上展现了卓越的表现, 特别是由山野贵招、 刚慎之介和东京奥运会全能冠军乔本大会所带领。 这一出色的表现, 让日本队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实现了逆转, 最终以0.532分的微弱优势获胜。 美国队在此次比赛中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他们在资格赛中排名第五, 最终获得铜牌, 结束了自2008年以来的奥运奖牌荒。 美国队总分为257.793分, 超越了英国队。 在比赛结束后, 美国粉丝们挥舞着国旗, 兴奋地高喊着, USA!USA!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队因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 为参加此次比赛, 而加拿大队由菲利克斯、 多尔西领衔最终排名第八。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体操技术的较量, 更是中日两国在体操历史上的新一轮较量。 日本队的胜利表明, 他们在体操项目中的持续强势地位, 也为未来的奥运会和其他国际体操比赛树立了新的标准。 这一胜利也给予了日本体操界极大的鼓舞, 激励更多年轻体操运动员追求卓越。 总的来说, 这场奥运男子体操团体赛不仅展示了高超的体操技巧, 也体现了运动员们的不懈努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日本队的夺金无疑将在他们的体操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看看, 日本再次证明了他们在体操界的霸主地位。 这次奥运会的结果显示, 经过多年努力, 日本队终于超越了中国队夺得金牌。 他们的胜利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出色, 更是心理素质和战略的完美结合。 这可不是中国队那么轻易能够达到的。 哼, 楚天书, 我看你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日本赢了这次奥运会, 但那只是因为中国队的苏伟德在单杠上两次失误而已。 难道你忘了, 中国队在资格赛中可是领先日本队的, 而且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体操界的强者。 这次失误只是运气不好而已。 爱, 小谢, 你这话说得像是苏伟德的两次失误是阴谋一样。 运动场上, 失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日本队的山野贵招, 刚胜之介和乔本大辉在单杠上的表现可谓寄精四作, 他们是实力和稳定性的结合体。 你说运气不好, 那美国队16年来首获奖牌, 难道也是纯靠运气吗? 楚天书, 你真是会扭曲事实。 好吧, 就算日本队这次表现出色, 但不要忘了, 中国队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一直是体操界的霸主。 这次只是一次比赛而已, 历史上, 中国队的成绩可是屡屡创纪录。 至于美国队, 他们的铜牌也是因为俄罗斯队没有参赛, 不然你以为他们能那么容易拿到奖牌吗? 好吧, 琪琪, 你这话就有点酸葡萄心理了。 俄罗斯队不参赛也是因为他们的国际行为, 这不正证明国际体育界也在变得更加公平和公正吗? 话说回来, 日本队这次胜利是靠实力和战术获得的, 不是靠什么阴谋论和失误论。 未来的奥运会上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这次日本队的胜利是实至名归的。 哎呀, 楚天说, 看来你真是日本队的死忠粉。 不过别忘了, 中国队在体操界的底蕴可不是一两次比赛能动摇的。 这次奥运会只是一次小小的波折, 未来中国队仍然会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至于你说的公平公正, 这个词用在体育赛场上, 有时候可真是见仁见智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 日本队在奥运男子体操团体赛中的这一场逆转真是让人心跳加速。 这感觉就像是体操界的速度与激情啊。 终于, 日本队在巴黎奥运会上靠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和一点点运气, 超越了中国队。 这真是个大新闻, 毕竟日本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拿过团体金牌了, 上次还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这次他们是凭借着山野贵招、 刚胜之介和乔本大会在单杠上的出色表现, 成功逆转了局势。 而中国队的苏伟德在单杠上的两次失误, 简直是给了日本队一个大礼包, 让日本队以0.532分的微弱优势胜出。 美国队也有不错的表现, 这一次终于摆脱了16年的奖牌荒, 拿下了铜牌。 看来美国队的粉丝们真的是心花怒放, 高喊着USA, USA, 嗓子大概都喊哑哑了吧。 要知道, 美国队在资格赛中还排在第五, 能最后逆袭拿到铜牌, 这也算是个小奇迹了。 这样的表现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个大鼓励, 毕竟从2008年开始他们就一直与奖牌无援。 这次拿到铜牌, 对美国队应该有不小的激励作用。 俄罗斯队这次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 为参加比赛, 这让整个竞争格局也有了一些变化。 不过, 这也给了其他队伍更多展示机会和争夺奖牌的希望。 加拿大队虽然最终只排在第八位, 但能够参加这么高水准的比赛, 也是对他们的实力的一种肯定。 由菲利克斯、多尔西领衔的加拿大队, 可能需要再多一些磨练和经验积累, 但未来的路还是很有潜力的。 最后, 不得不说,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竞争真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中国队在资格赛中还领先日本队, 可惜在决赛中失误, 不然他们有很大机会夺得金牌。 这次的比赛也再次提醒我们, 体操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 还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和稳定性。 这样的比赛结果对中国队来说虽然有些遗憾, 但也能成为他们未来继续努力的动力。 总的来说, 这场奥运男子体操团体赛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惊喜。 日本队的逆转夺金, 美国队的铜牌突破以及中国队的遗憾, 这些都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体操盛宴。 期待未来的比赛能够带来更多惊喜和精彩瞬间。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